有民主派的議員說 據他們的了解 林鄭月娥後任特首 將會在上任後 會每個月下立法會 解答議員的問題 於是有很多揣測 你會不會是立法會議口頭質詢 你突然間動過特首 我覺得這些是不可能的 因為特首落立法會 是一個完全不同的規格 我告訴你 如果林鄭月娥真是每個月下立法會 每個月下立法會 造死的不是政府裏面的人 被署署嗎 造死是立法會被署署 他落出來當然是大陣仗一點 很多東西搞 保安都要再找幾個 我講一個故事給你聽 話說1999年 我當時還在政府做小AO 當時有個局長叫蕭景泉 就是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 他就說了一件事 我要在立法會 用PowerPoint 來講中環灣仔填海的規劃遠景 搞到立法會被署署 當時人們罵到我 為何提起 因為1999年的立法會 連找個鏡頭也沒有 他們不流行投射著去解釋一些東西 清潔的 看資料文件 於是連拉幕也沒有 找都要找 又要找個投射器 我作為小AO就是做跑腿 我幫你找 他們又說不合規矩 你不可以理作 是立法會的東西 結果你知不知鍵實在哪裏 找不到桌子用來擺投射器 全部都是大桌子 那時候舊立法會大樓又有力氣 所以我想劉淑下去 都是搞到被署署 此其二就說回這條招 老實說 每個月落立法會 都有點想展現所謂施政新鋒 也沒有理由反對 多些跟議員溝通是好事 最重要是什麼 最重要的是 如果林鄭月娥真是每個月落立法會 我就不用擔心他拜了局長的事來做 而是說 不會再輕易會有行政長官 達文大會留會的情況出現 為什麼呢 你就留吧 我下個月再來 還有別人都見你多的時候 都沒有所謂 特意要爭取的曝光率 留你那次大會 因為以往很少機會見到你 當然是表演 一常見到你就不需要 這個月又來 下個月又來 留了過幾個禮拜 那我又來 有來 那又來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就是減少了留會的風險 此其一 此其二就是我覺得林鄭月娥 不會走去幫局長答問題 不是說奶媽 但是局長如果答不完問題被人偷 他要補充 他會後兜 這個就緊的了 後兜那一刻就緊的了 是的 你答到這樣 我幫你後兜 因為林鄭的風格隨時是 見到局長答完之後 覺得你這樣回答嗎 然後 幫他寫過 幫他召你上來又可以 或者行政會議召你又可以 然後自己下去 答 這也是一種方法 但我覺得如果反正都是去盡點 除了一個個月去立法會 我有一個建議來解困 應該每季都有私情報告 蛤 是不是做死那些 貴度報告 跟上市公司一樣 派息 發出刑喜 刑警 是貴貴出的 做死那些區身邊的人 那又不是的 老實說 實際上不是 我說貴計出私情報告而已 實際上不是真的貴貴出的 因為私情報告 現在林鄭月娥打算退去立法會 立法年度開始的時候 立法年度開始 即是10月 你當9月至10月 然後財政預算案繼續是3月 所以9月和3月中間 多放一個 通常現在是放什麼 你知道嗎 扶貧委員會報告 就由政務司司長宣讀 所以那個專門說 扶貧 扶貧 民生 怎樣幫助低收入的人 然後用那個來做一個 財政預算案的預告 將會有這些扶貧措施 最後有些錢派下去 大家就等派錢 那就說一下 過去這一年 為什麼呢 因為扶貧委員會報告 最好是貼近12月1月 聖誕節雨過農曆新年期間 就派洪包 派利是 這個我覺得 絕對現在正在做 已經正在做 如果真的 貴貴有引號私情報告 其實你不會搶財政預算案 你不會不做那個扶貧委員會報告 你私情報告現在想要退回去9月 結合了它 或者將那些精要放進去 你現在只不過是加多一件事 加多一件事 就叫做下跪私情報告 下跪私情報告就是 立法會一開完會 用半個月的時間 或者快要開完會的時間 檢討一下 有什麼事情落後了 立法會過不了的事情 立法會完結了一個禮拜 就出 那時候傳媒最開心 很多資料可以寫 最靜就是那一陣子 立法會放假 立法會放假 之後禮拜通常是報什麼 議員去哪裏旅行 拍了一些照片 Facebook看到的照片 接著就沒有話要說 是不是 見不經常都會問這個問題 其實立法會有後會之後 立法會有後會之後 立法會要在節目 但那時候是最靜的 解決你們困 我看不見很多事情 這個問題 關鍵是 不如出一個下季的施政報告 叫做檢討報告 看看剛剛這個立法年度 完結的時候 有什麼事情要追落後 然後到立法年度 再開始宣讀施政報告的時候 就根據他的檢討報告 因為有些事情追落後 所以我這份施政報告 就告訴你 我會怎樣搶回你 這就變成下季和秋季那份 就在一起 然後施政報告和財政預算 我一向都應該掛勾 中間再放一個 扶貧報告 每三個月 又出招 中間再每個月看到 林鄭月娥 最開心當然是傳媒 有新聞 有新聞 好像年終無休 有一個跟這個社會緊接的效果